感谢您继续收听李国修私房带相声专辑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相声非常有兴趣 甚至于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学着要说相声 不过提醒您 说相声之前一定有基本功 光是说学逗唱的说就要耍嘴皮子 如果您不会耍嘴皮子 您就要练嘴皮子 那么怎么练呢 我告诉您 您先学会怎么念 怎么念绕口令 接下来我示范一句绕口令 您跟着我一起学 这句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我想这句您常听 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句你起码要念上一千遍 很熟练 您的这个舌头才会很灵活 再来一遍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我不管你怎么练 如果你有心要当相声演员的话 我祝福你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相声演员 好的 接下来我就来介绍这位 跟我合作的大陆相声名家 赵岩先生 他今年38岁 是北京人 他可以说是具有高度的幽默感 跟多方面的才能 记得在民国75年的时候 他加入了大陆的广播说唱团 接受马记老师的指导 他非常注重基本功的全面训练 跟生活的广泛累积 他可以说成为了青年伙伴当中 能说能唱 捧斗俱佳的难得人才 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才 跟李国修第一次合作 这个相声的作品 吃的研究 我们在这儿来一次吃的知识竞赛 说白了就是精神会餐 咱们谁先来 您出的主意您先来 也就得先听我的 那为什么呢 从小吃饭我就抢大碗 这可不怎么样 吃喝拉撒睡 行动坐卧走 吃排第一位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 那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也是吃打头 俗话说 这馋呢 他也当无事 您这对脸来了 来吧 中国菜世界持名 大锅饭好吃多给 您这都什么呀 大锅饭小锅菜 这在民间上上讲究的 不信你问去 中国菜是中国几千年 饮食文化的精华 即营养科学 制作技术和烹饪艺术 于一体 以色味相形 俱佳而闻名中外 还真懂不少 精川月鲁 苏敏相辉 八大菜系 刀工精细 调味 讲究火候到家 烹调方法多样 可以说是石锦 冰激凌 怎么讲 各有各的味儿 是吗 多种多样的地方菜系 风味小吃 使旅游者既可大饱眼福 又可大饱口福 真的吗 那我要旅游到山东 您到我老家来了 您老家山东 是 那我请您吃卤菜 吃点什么呢 给您上靠大虾 红烧海螺 清蒸家鸡鱼 溜蟹黄 油爆大哈 芙蓉鲍鱼 炸粒黄 主食咱们吃 鲍鱼饺子 好 不够还有高庄默默 厚锅饼 济南油旋 细散子 您吃着怎么样 咸蛋合适吗 对了 我吃着什么了 就咸蛋合适吗 您分不出口味来了 您可是上火了 给您上水果 行 有烟台苹果 梁梨 肥成蜜桃 腊成小枣 微海葡萄 得住西瓜 异都山楂 江丘的葱 葱也上来了 招待不好 请您多提意见 没意见 这回您说上哪 我也招待您一回 您招待我 那我要上湖南 好地方 您怎么招待我 我先请您竖竖口 我竖口干嘛呀 省得吃串了味啊 我吃了什么就串味了我 再请您嚼一颗槟榔 干嘛 打得蝉虫 谁呀 我这还没勾上就打下去了 别着急啊 我再请您吃香酥鸭 东安鸡 花菇无黄蛋 好 红烧狗肉 清蒸甲鱼 辣椒豆豉 再给您来一大盘 什么 油炸臭豆腐 那我得漱口了 闻着臭它吃的香啊 您再喝点桃园的雷茶 尝尝洞庭的香莲 流原回禀 绍原桃酥 再来几块 长得的银片高 还够丰富的 怎么样 网饱了吃 您可别客气 这我客气什么 还是这么请客方便啊 又省钱又省事 对了他可废嘴皮子啊 这玩意 他也不解馋呢 不解馋没关系 要解馋得麻辣鲜 我请您吃川菜 咱们上成都 您等会儿 我先买车票去 那招什么急啊 先点菜 什么菜啊 麻布豆腐 鱼香肉丝 当眼牛肉 张茶鸭子 一瓶海参 蚕豆春笋 最后给您上一个开水白菜 您把这端回去吧 怎么了 开水白菜 您就甭请了 我们家那凹白菜 还搁点盐呢 您外行了 您别看它名字平淡无奇 这可是一道传统名菜 我还真当开水煮白菜呢 要吃了 您来毛肚火锅 能让您蹊跷冒火 受不了 四川小吃就随您挑了啊 都有什么呢 龙巢手 赖汤圆 红油水饺淡淡面 猪耳巴 凤尾酥 夫妻肺片 银丝卷 怎么样 好 这五粮印呢 您再来一杯啊 行 这可不可乐 您就打输输口 对 我这么会儿输两回口了啊 这川菜稍微得点辣啊 我倒没觉着 俗话说嘛 姐儿俩喝酒 一对一口 这回啊 我带您上广东 咱们实在广州 您看怎么样 好是好 您先等我喝碗老豆腐再去 那怎么了 这光说不吃 好比是拿着大顶吃饭 这话怎么讲 他倒胃口 那这不您出的主意吗 不过我说真的啊 我请您到台湾来点小吃 那台湾有什么吃的 那简单 我请您吃三杯鸡 三杯鸭 三杯兔 三杯蛇 再喝三杯台湾 再喝三杯台湾啤酒 哎呦 喝这么多我受得了吗 您省漱口吗 那我还老漱口了 我再请您吃鲜鱼面 鱿鱼羹 最后我再请您尝尝 天不拉顶边错 什么 顶边错 顶的边上给我一错 再给我一螺丝刀 我这玩意更受不了了 不 这是台湾著名的小吃 怎么叫这名啊 不习惯是吧 没关系 给您换换口味 什么 来块棺材板 您有骨灰盒吗 骨灰盒干嘛 什么叫棺材板啊 我们这也是台南的著名小吃 这玩意谁知道啊 哎呀 要说您在吃上还真有讲究 要说吃的知识 我拿您好友一笔 笔做什么呢 您是半夜里吃黄瓜 这话怎么讲 您分不清头尾 您可有点太狂了啊 我吃根黄瓜都分不清头尾了 您是半夜吃的分不清 没听说过 他我不会掰开吃中间吗 我就是这么个比方吗 那要这么说呀 您可是半夜里撞城门 怎么讲 您自找钉子碰 要说吃 我是半夜里吃烤羊肉 怎么讲 一串一串的来 那我是半夜里买砂锅 一套一套的砂 我要说起来可是半夜里说梦话 想什么说什么 我要说起来那是半夜里下饭馆 有什么算什么 那我是半夜里扯脚步 想起哪条是哪条 没准儿谱 我是半夜里坐火车 赶上哪趟是哪趟 我不在乎 我看咱们俩是半夜里 压马路吃饱了撑的 那我看是咱们半夜里 我说咱干嘛老半夜里转悠 咱们转到哪站算天亮 这愿我 愿我啊 怎么呢 我是吃剩饭长大的 净出馊主意 不不不 也愿我 我是吃竹根长大的直性 干脆 这回啊我出个主意 咱们回家吧 回回回 怎么回家呢 俗话说的好啊 要饱家常饭 要暖粗不易 咱们吃点家常饭 续续兄弟情 怎么样 这家常饭也有讲究 那当然了 在谚语当中那都有反应啊 咱们再比一比 行啊 东吃萝卜下吃姜 身体不受伤 吃饭先喝汤 到老不受伤 早吃好 午吃饱 晚吃少 少吃多得胃 多吃活受罪 待客讲究 送亲饺子迎客面 过节 吃上也有讲究 大年初一吃饺子 正月十五吃元宵 五月初五吃粽子 八月十五吃月饼 除夕之夜吃年饭 每天早晨 您吃什么 吃早点呢 吃早点以前您吃什么 我没吃什么 八对 怎么 您是吃不到不堵葡萄皮 不吃葡萄 倒堵葡萄皮 哎 怎么绕口令你也来 这就说明了 中国的吃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哪都离不开吃 对 这回啊 咱们俩聊聊天啊 行 可得句句不离吃子 怎么样 哦 您这意思是 卖了生姜 买蒜吃 换换口味 哎 对 弄碗馄饨换面吃 便便花样 你呀 是黄牛吃了个破草帽 你一肚子坏圈圈 你呀 你是老虎吃大象 没法沾边啊 你是一口气吃了个旋风 好大的口气 我这是一口气吃一把软枣 小事一桩 你可有点老鼠吃猫 自不量力 我是小孩得了个花鸭蛋 有吃有玩 你可是大阴天吃凉粉 不看气候 那咱们就长虫吃蛤蟆 慢慢来吧 你甭老鸭子吃天罗 嘴老硬 我这是买麻花不吃 未看这股劲 要这样 你可是装病兼中药 自讨苦吃 那您就是带上石灸唱戏 吃力不讨好 你可有点猪不戒吃人参果 不知贵贱了 你这叫猴子吃仙桃 分不清好歹了 你敢这么说 那我是老太太吃针子 怎么样 牙不行 我叫你尝尝这锤子的厉害 别动手 别动手 高大哥 您不要生气嘛 您看您呢 您本来是老皇上吃糖 您心甘情愿的 可您现在一口气吞了撒馒头 吃不消了 您那些词是三九天吃凉粉 过了十了 可您呢 又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性子太急 我知道您是一口吃了一包回温针 满肚子的委屈 可这也是牛吃稻草 鸭吃骨 个人福气不同啊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吃素的 您别着急 真要说几吃来 谁比得上您呢 您吃那个东西 我们都没吃过 不客气说 连什么味都不知道 是吧 我想跟您比 差远了 知道就行啊 谁不知道您一上台 我说 你展开说 随便说 好 您让我说啊 您是又吃栗子 又吃螺子 又吃老本 又吃后悔药 您吃里扒外 争风吃醋 吃软不吃硬 吃顺不吃香 吃粮不管酸 什么 您吃惯了大锅饭 吃批评 您不吃那一套 您不吃哑巴亏 不吃眼前亏 吃了豹子胆 要拼死吃河豚 你吃贷款 吃贿赂 吃补助 吃回扣 最后吃官司 大吃一惊 把吃奶的叫全使上了 说什么你全吃过了 怎么样 早晚我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我咒你了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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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谢谢观看